当地时间周二 伯克希尔哈萨维在其子公司美国商业资讯网站上发布声明 投资天才沃伦巴菲特的得力助手查理芒格去世 享年99岁 根据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的新闻稿 查理芒格于周二去世 该集团表示 芒格的家人告知其 芒格于周二上午在加州一家医院平静去世 据了解 芒格出生于1924年1月1日 距离他100岁生日只有一个月 年轻时的芒格热爱阅读 广泛涉猎各种学科 包括历史、科学、哲学和文学等 巴菲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如果没有查理芒格的灵感、智慧和参与 伯克希尔哈萨维就不可能发展到现在的地位 除了伯克希尔 查理芒格是一名房地产律师 每日邮报公司董事长兼出版商 好诗多董事会成员 根据福布斯的数据 截至2023年11月28日 芒格的身家为26亿美元 1984年至2011年 查理芒格担任威斯科 Financial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当时巴菲特的伯克希尔收购了这家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的保险和投资公司的剩余股份 巴菲特称赞芒格扩大了他的投资策略 从以低价青睐陷入困境的公司以期盈利 转向专注于质量更高但定价过低的公司 1972年 芒格说服巴菲特同意伯克希尔以2500万美元收购CIS Candies 尽管这家加州糖果制造商的年税前收入只有约400万美元 这一转变的早期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 自那以后该公司为伯克希尔创造了超过20亿美元的销售额 查理芒格也是一名慈善家 查理芒格像包括密歇根大学 斯坦福大学和哈佛法学院在内的教育机构捐赠了数亿美元 并经常规定学校接受他的建筑设计 尽管他没有接受过建筑师的正式培训 1977年 巴菲特在接受采访时回忆道 我们的想法如此相似 简直令人毛骨悚然 他是我遇到过的最聪明 最优秀的人2018年 巴菲特告诉CNBC的贝基奎克 在我们认识的整个时间里 我们从未发生过争吵 现在已经快60年了 查理芒格给了我一个人 可以送给别人的终极礼物 他让我成为了一个比其他人更好的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给了我很多好建议 因为查理芒格 我过上了更好的生活思想的融合 集中在价值投资上 选择股票是因为根据公司的长期基本面 他们的价格似乎被低估了 查理芒格曾说 所有明智的投资都是价值投资 即获得比你支付的更多的东西 你必须对企业进行估值 才能对股票进行估值 2020年初新冠疫情期间 伯克希尔在第一季度遭受了500亿美元的巨额亏损 查理芒格和巴菲特比大衰退期间更为保守 当时他们投资了受经济衰退重创的 美国航空公司和金融公司 如美国银行和高盛 查理芒格在2020年4月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 好吧 我想说 当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台风来临时 我们基本上就像船长一样 我们只想度过台风 我们宁愿带着大量的流动性走出台风 我们不是在玩 哦 天哪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让我们把100%的储备投入到购买业务中 每日经济新闻综合博客希尔哈萨维子公司 美国商业资讯网站公开信息